我是個長期的 蔡卓人 唐人 編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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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花了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在看變壓器 變壓器是屬於不會動的電動機械 雖然是機械上面不會動 可是它的電靴上 是有很多動態的現象 比如說它是靠磁通的改變造成感應的電動式 這個變壓器這邊的話 事實上還有一些topics我沒有cover到 比如說像字頭變壓器、三項變壓器 這些部分 不過變壓器裡面最重要的一些原理 我們都有講到的 那些屬於比較進階的內容 你們可以用這些基礎的知識自己去看一下 如果未來有機會遇到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研究會動的電動機械 機械上面會動的 我們先來看看同步機 同步機講完之後我們來看感應機 看感應機 學習末路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來touch一下直流機 因為相對的直流機是比較簡單的 那 雖然我們在門課沒有很多著墨 可是在控制系統上面 常常我們都是在做控制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直流馬達 有刷的、無刷的 所以這個部分有機會 如果還有時間我們會touch一下 那基本上那部分的內容 會跟控制系統講的有點類似 再多進階一點 那同步機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同步發電機 那各位回想一下 同步機它原理是什麼 或者說電動機的原理是什麼 定子轉子都是旋轉磁場 對不對 然後呢 兩個磁場維持一個固定的角度 對不對 那在同步機裡面 轉子的磁場 轉子的磁場怎麼產生的 是我們給它持久電 或是給它永久磁鐵 所以轉子磁場相對於轉子 是不會動的 所以轉子磁場的轉數就是 基本上就是 轉子磁場的轉數 基本上就是轉子的轉數 那因此 在地子上面的磁場呢 它的旋轉的頻率呢 要跟 為了要維持同樣的夾角 所以它要跟轉子同步 這就是同步機它名稱的由來 那我們這邊先看到的是發電機 所以發電機裡面呢 我們有 轉子 然後呢 有三項線圈 OK 然後這轉子呢 我們透過磁鐵 或是透過 石油電 我們製造一個 製造出磁級出來 那這邊是兩級的 那當然可以製造出四級啊 六級啊 八級 那我們上次帶來的那個電動機是多少 四十八級 好 所以這邊的N級S級可能是 可能是由永久磁鐵或是由這個 線圈所產生的 那用永久磁鐵跟線圈相對的比較起來 來產生磁場 有什麼樣的優缺點 那很明顯的用永久磁鐵 你就比較 這個 比較不會耗電嘛 對不對 比較不會耗電 那 而且構造上也比較簡單 對不對 那 那你這邊如果用稀土元素 如果 旅鐵棚 來當 來做為這個磁鐵的話 它磁場會非常 強 非常強 那 缺點是什麼 會比較貴 對不對 那 你在 黏貼這個磁鐵上面 會有一些製造上面的問題 可能 轉太快磁鐵可能會飛出去 如果黏得不好的話 那相對的這種用線圈的方式 它雖然會比較耗電 可是它也會比較直觀 而且我也可以透過改變線圈的電流 來改變轉子的磁場強度 變成是一個可以控制的東西 那所以如果我們考慮的是 用線圈來積磁的話 在同步發電機裡面 這個轉子的線圈 因為它是用來建立磁場的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Field winding 或是有人叫做廠繞組 它建立磁場的 Field winding 那定子這邊的三項線圈呢 它的電壓是被感應出來的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armature winding 常常會覺得armature指的是轉子對不對 事實上不見得 那在這個三項 在同步發電機裡面的armature winding 是指的是定子的線圈 所以我們把這個線圈接出來 它是我們的電數線圈 那轉子的線圈呢 是屬於Field winding 那在同步機裡面呢 轉子的形式 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形式 一個是這種突擊式的 突擊式的一個轉子 那另外一種是圓柱式的一個轉子 那突擊式的就是 它每一集都是突出來 那要嘛你就把磁血直接塞進去 那要嘛就是在這個突擊上面 繞線圈來製造這個磁場 那這個是屬於圓柱式的 圓柱式的話 上面就沒有突擊 我們可能是在這個表面呢 切很多這個槽 Slot 然後在slot上面繞線 OK 好 那 那這兩者比起來優切點是什麼 這個東西 磁場可以 第一個這個比較好繞線對不對 是突起來的 然後呢磁場可以 可以比較強一點 繞線繞可以繞得比較多 那 那 那 可是相對的 我們這個圓柱式的 因為它 沒有這個 磁組立舉 reluctance talk 所以 它在運轉起來呢 會比較什麼 會比較smooth一點 還記得嗎 這個 這個會有一個磁組 知道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我們為什麼要 要把這種突擊式的 把它變成圓柱式的 因為我們要把磁組立舉 把它怎麼樣 把它消除掉 所以這個運轉起來 會比較smooth一點 這個會比較怎麼樣 會比較強悍一點 可是抖動的比較厲害 這個 這個 一般的 一般的 同步發電機 是怎麼樣運作 那 同步發電機的運作 就是要 發電嘛 你就是要把怎麼樣 如果 轉子上面沒有永久磁鐵的話 我就是要給它通電流 對不對 是不是 通電流 建立一個磁場 然後呢 有一個原動機 帶動著 這個 轉子 轉動 然後這三項線圈的電壓 拉出來 就是什麼 它發出來的三項電源 在這邊 如果我用的不是永久磁鐵 而我用的是線圈的話 那我就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要對這個線圈通電 是不是 是不是要對它通電 那 要對它通電的話 通這個電不用通得很大 因為發電機你要對它通電 不是好像有點怪怪的嗎 啊 待會兒我們會講一個 不用通電的方法 那我們先接受 這個發電機我要對它通一個小小的電 讓它能夠啟動 要通一個小小的電 好 通一個小小的電 到這個線圈 可是通電的話 這個轉子在幹嘛 在旋轉 對不對 如果我從外面供電進來 沒有經過滑環 沒有經過電說 那個線會怎麼樣 纏在一起 了解 所以在這邊 你要嘛就要搭配著滑環電說 可是都很討厭 對不對 這個滑環電說 它就會有摩擦 就會有摩耗 那這個接觸不良 還會有火花 你們大概做控制器 容易都有經歷到 所以呢 對於裡面這個廠繞組的通電呢 我們應該要考慮 不要外接電源 不要用滑環電說 我會不會用感應的方式 用感應的方式 這邊就有一個直流電出來 那怎麼去感應呢 來 我們這裡咧 這個怎麼看呢 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這條虛線以上是轉指的部分 這條虛線以下是 定指 是基座或是定指的部分 OK OK 好 所以這邊三個線圈出來是什麼 是這三個線圈 了解 了解 好 那 這個部分是要幹嘛 是要我們來 激 激發 這個 這個 用來激磁用的 用來建立 轉指線圈上面的電流用的 這我要通電 那這邊的通電呢 如果你剛好有直流電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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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好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三項的電源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考慮說 如果我剛好也有三項電源 了解 所以我這邊有三項電源呢 有三項電源 三項電源進來 經過這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二極體 這六個二極體 接到三項電源 各位猜想一下 這六個二極體在幹嘛用 蛤 做什麼 整流 為什麼做整流 因為我們在電子學學過 如果是單項的話 你要單項的 交流電 對不對 你通過什麼 這種 通過這個 四個二極體構成的電橋 可以做什麼 可以把它這樣翻上來 翻上來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好 那這個 這六個 二極體所構成的電橋 它的作用是什麼 當你有 三項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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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這六個二極體 做整流的電壓 相當 你所得到的是什麼 是六個 這三個電壓的最大值 這樣子 可以嗎 對不對 這個如果 不知道為什麼的話 自己回去想一下 二極體就是 連著建的方向通 反方向怎麼樣 不通 OK 那 你可以回去自己 自己思考一下 當三項電源 輸入進來 這兩端的電壓 就會是這種 直流電壓 而且是 在每個瞬間 都是這三項電壓裡面 最大的部分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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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這三個電源 然後它控制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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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極體 你要 順向偏壓 它才會導通 所以 所以要 某個電壓 比某個電壓還要大的時候 然後這個電壓就會主導 OK 這個電壓最大的時候 它就會主導 某一個二極體導通 OK 所以它不是相加 它是取最大的 這樣OK 所以 所以如果你有 分項電源 你要把它 做整流 就是用六個二極體 得到的都是 每個瞬間的最大的電壓 好 所以 這裡 經過整流之後 你可以把它視為 這個就像是什麼電 直流電 對不對 比那個直流電怎麼樣 Ripple會 小很多 所以 直流電 那直流電呢 這邊接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可片電阻 這邊 這邊有線圈 基本上這個線圈 的效應 比較小 我們主要是要用到的是 在這一個回路裡面 會產生一個電流出來 這個線圈是繞在哪裡 繞在定子上面 所以 定子上面除了有 這個定子上面除了有 這個 這個定子上面除了有 這個三項線圈之外 還有一個 線圈 是透過 是透過 這個通電之後 它產生一個固定的電流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所以 你可以想像 這邊有一個線圈 好 這樣子 隨便畫一下 有一個線圈 這個是在這三項線圈之外 有一個線圈 那我有一個直流電給它 可以嗎 了解 所以它是不是有固定的電流 可以嗎 所以有固定的電流 是不是有固定的磁場 可以嗎 可以 都可以喔 好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 是 我在轉子上面 我給它放三項線圈 轉子不是放 要放單項了嗎 因為我現在想要用感應嘛 所以我在轉子上面呢 我就放三項線圈 OK 可以 可以 那 一剛開始 全部都不動的時候 這有沒有電 這有沒有電 轉子上面 有沒有磁場 沒有磁場對不對 沒有磁場 那即使我把它轉起來 這裡沒有充電的話 有沒有磁場 沒有 可以 好 那接下來 我在這邊 充三項電源 給它產生一個直流電 在空間中 就有固定的磁場 對不對 好 這時候轉子如果轉起來的話 這三項線圈看到的是一個什麼 變化的磁場 對不對 對不對 了解 所以這三項線圈就會產生出什麼 就會有什麼 感應電壓出來 同意嗎 同意嗎 所以 這轉子這三項線圈 有感應電壓出來 對不對 感應電壓出來 再經過這個 這要幹嘛 正流 為什麼要正流 要變成直流電來供應什麼 我真正轉子上面需要一個 直流電來提供一個什麼 磁場 固定的一個轉子的磁場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需不需要外加 什麼 這個電源 我需不需要有滑環 需不需要有電刷 不需要 我這邊是 固定的磁場 在旋轉的轉子上面 感應出三項電源 這三項電源呢 經過整流之後 得到一個直流電 來製造出自己的 一個 一個 轉子的磁場 所以這樣轉子有磁場 轉子轉起來 外面的三項線圈就被什麼 就被怎麼樣 就被感應了 了解嗎 了解嗎 這樣可以接受 看得懂喔 那如果要改變這個磁場電流 這大小要怎麼做 我如果要改變 轉子磁場的大小 轉子磁場的大小 就影響到這裡的什麼 感應電動式嘛 我怎麼樣改變 我只要 在這邊的電阻 怎麼樣 可變電阻 去調整一下 這是在定子還是轉子的 定子 OK嘛 因為轉子在轉動 你不可能去調嘛 可變電阻 當然你可以加在這裡 可是它一直在轉 你就調不到了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你說這邊是不是 當然 如果你有直流電 你就給它直流電 如果你有單項 你就用什麼 用這個 OK 那這只是一個對稱 你這邊竟然要發三項電 你就假設是 你有三項電源 available 這樣 OK 可以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電動機 會用這樣的方式 那這些這麼複雜的東西 基本上 它消除了 你不需要使用電刷或是滑環 對不對 可是你要外加電源 那可不可以不要外加電源 發電機要外加電源 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那 不要外加電源 最好的方式就是 直接把轉子放什麼 永久磁鐵 了解 可是常常你要得到這個 很大的電量 這樣 你放個永久磁鐵要 很強 或是很多 所以價格就會比較貴 那 有另外一種方式是 我們放永久磁鐵 可是放怎麼樣 放小小的永久磁鐵就好了 那小小的永久磁鐵 這輪磁場 很小對不對 那我們利用感應的方式 把這個磁場把它 變大 來做為基磁的一個磁場 所以這個部分 放永久磁鐵 是用來做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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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小的火苗 那接下來透過感應 我們把這個火苗 變大 變成一個大的 這個 磁場 轉子的磁場 那這怎麼做 我們這邊在轉子上面有永久磁鐵 可以 那 定子上面有 三向線圈 這三向線圈 跟真的輸出的三向線圈 不太一樣 這邊三向線圈比較小 它純粹只是要用來感應 用來自己提供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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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電流的 這邊有個小小的三向線圈 了解 所以它轉子在轉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產生電 產生電 我們這邊透過三向整流器 把它整成什麼 自由電 那自由電 這邊 自由電的話 在 定子上面有 自由電就會造成出一個 固定的什麼 磁場 那這固定的磁場 那轉子上面還有三向線圈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感應 感應出 這個 三向電壓之後 經過整流 再來提供 轉子線圈上面 它的長繞組上面的一個 電流 可以嗎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這一塊 就是取代什麼 取代原來 在上一張投影片 我們要用的什麼 三向電源 所以在這種形式之下 我用小小的磁鐵 那我也不用通電了 那我也可以調整什麼 調整我們的 轉子的磁場 即時的磁場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邊旋轉起來 這邊 這邊 一轉起來 這邊這個 這邊就有感應電壓 對不對 那 這個 這個感應的磁場 會跟旋轉的速度 還有你的圈速 成正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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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有 電子這邊的繞煮感應出來的三項電壓 可以嗎 所以這個應該每一句都看得懂 那場繞煮跟電出繞煮 場繞煮指的就是rotor的winding 在同步發電機 那armature winding指的是什麼 定時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